最后比赛 蓝队的牌头是 林辉煌 第二位是林佳佑 后卫是黄鸿轩 没有上场的是吴许阳 红队的部分呢 派出的牌头是 余晨星 第二位是张嘉生 后卫是汉芝 没有上场的是梅贤志 再加总的体重部分呢 蓝队是521公斤 红队是556公斤 红队比蓝队重了 35公斤多啊 好 上场比赛 有我左手间的红队 跟我右手拼的红队 穿腳的困度 我上身的红队 順一下繩把身順 對 穿一丟 呼 等一下 起步的時候 有一點 下去一點 下去有力量 腳收 加油 拉緊 眼睛 眼睛看裁判 你們眼睛沒有看裁判 腳出去 很好 往後退 往後退 對 看裁判 尊心 好爽喔 會往下第一次 比賽快速 紅隊啊 慢慢的把身體拉過去了 紅線都要跌倒了 已經跌倒了 倒整排 六秒鐘 六的時間 紅線都要跌倒了 對 這是一局的勝利 哇 好爽喔 太好了 好爽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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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這裡 第二局比賽 舉身 來 加油 沒不錯喔 我們要往後拉一點 推一點 我們要推一點 要推一點 對 好多了 下要多一點喔 好 第二局的比賽開始 紅隊依舊是無破竹 藍隊想要掙扎 但是現在 紅隊還是都有優勢 結果這次是花了11秒 紅隊拿下了第二局比賽的勝利 在三任兩圈前的比賽 紅隊是以直落2 2比0 拿下了拔河項目的勝利 真的抱歉 不會 沒事 沒關係啦 因為反正是一種學習啊 只是說 跟拔河很弱 是 你一局就會贏 你會聽 現在我在說會 不要這樣 你不吃一塊 你是五層人嗎 對啊 什麼 剛剛那個 谢谢